11月6号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就要出炉 根据前两次美国大选后的台股表现来看 2016年川普当选选后半年台股上涨7.8% 2020年拜登当选更是上涨35.2% 那么这回川普贺锦丽到底谁当选 对台湾投资人最有利 有分析师推演出三套剧本 若是川普胜选台股将先跌后涨 最主要还是因为对台积电 或我们的半导力产业的态度比较不友善 那还有大家担心说这个贸易保护政策 所引发的通膨的问题 专家建议选前投资人先避开半导体相关类股 若是川普当选导致相关股票卖压再逢低进场 另外川普在前一次与拜登竞选时 对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持反面态度 因此绿南产业恐怕也较难得到投资人青睐 至于明显看涨的则是比特币等数位货币 而若是贺锦丽当选台股渴望直接上涨 延续拜登措施的话当然就是说一些绿能产业 会有涨的机会但是也不会涨很高 因为现在并没有基本面支撑 现在美国经济是还好 但是并没有好到可以把股市推到一个高点 美国大选还有一种可能结局 那就是川普败选但不认输 引发政治动荡 虽然几率非常低 但市场最讨厌的就是有变数 到时不排除短线孔将拖累台股重挫 尽管美国大选让台股观望气氛浓厚 但AI仍是长线主流 预料选后将回归基本面走势 并展开第四季旺季行情 记者杨其他曹文宁台北报导 extrem旺孔 弄敷给节慎 弄敷给节慎 弄敷给节慎